所以在這個武漢肺炎病毒疫情期間 中共五次派飛機 這麼小過來 這麼小過去 甚至於還派了軍艦在那邊繞來繞去的 那在立委趙天寧 那麼質詢的時候 在立法院質詢問他 會不會對台動武 所以他很老實的說 火環局長邱國正說 有6到7分的可能性 那麼滿分是10分 他說的是實話 為什麼呢 跟各位講 你以為6到7分很高嗎 不 10是很緊張 9分 沒錯 那時候9分 他很可能 他不是要真正的打下 這個台灣的本島來 但是他拿下無窮 那後來美國的專家也說 那麼你還是要小心 為什麼 美國的專家 薩特他是特別說 因為如果中國復原的不順利的話 通常他沒辦法解決國內的壓力 他就故意找台灣出氣 所以他有可能 為了轉移內部壓力打台灣 那疫情如果恢復 但問題是經濟受損 他現在 現在復工沒有那麼理想的話 那麼沒有辦法全面小康 因為這一次跟去年跟今年 習近平不是說全中國都要小康 對不對 那他也有可能打台灣 那如果趁美國跟盟友 跟歐美這麼忙著疫情的情況之下 那麼他會不會測試一下 攻打台灣的一個小地方 然後藉由測試一下說 你們這些歐美 尤其是美國 那你協防台灣的可能性 那麼還有就是說 美國疫情限制 那麼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所以沒辦法來救台灣趁機來併吞台灣 他指的是現在美軍 全世界的美軍都暫停大型的軍演 像跟菲律賓的軍演也暫停了等等 那會不會因為就地不動 所以我趁這個時候來趁你病 要你命這樣子 那別人的警告 我們都要當做這個很重要的中顧來聽 為什麼 要不然的話 我們的F16V也不用掛彈直接飛上去了 那平常就是這些飛彈跟雷達 我們還有沒有打開的雷達跟偽裝雷達 為什麼 因為中共也會測試 你這些雷達把你炸掉 我們還有很多這樣的東西 那麼已經台灣準備這些東西 其實怕他們入侵 已經準備了整整七十幾年了 大家小心 但是不用太過緊慌 好我們來看看 這個國安局長他說 目前有6到7成的可能性 台海必須要審慎面對可能的危機 我想要請問聲訊是就你的理解 目前國軍有沒有特殊不尋常的動作 而對岸是不是真的有嗅到特別的味道呢 其實你要整個打下台灣 然後要統一要接戰要穩定精進 這至少也要到12到18個月 所以按這個時間推算 其實今年年終發生的時間點 剛好可以完成整個的時程表 我們從這個時程表反推回來 今年年終發生戰爭的機率是最好最好 你別嚇人了 雖然我之前講過2018年可能是1949年之後 反攻大陸最好的時機 但對不起那時機已經過了 然後在這個時機 是剛好又是中國大陸武統台灣最好的時機 而且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它的快速部署部隊 基本上就是飛機空投 輕裝為主 那如果中國大陸真的要對海作戰 絕對不會是輕裝 一定是大規模登陸空降作戰 那時候就算美國願意派出他所有能夠動員的兵力 也只是輕裝 不會比我們現在國軍的駐地武力 火力強到哪裡去 你真的要來打 是不是五五波 其實我是垂一個大問號的 因為畢竟美國的全球準備兵力 不是為了防伴像中國大陸這樣子的超級武力大國來晉級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很現實的條件來講 假設我們今天把台灣所有的武裝兵力全部替換掉 替換成美軍最先進的戰車火炮飛機飛彈 跟美軍訓練有數經驗豐富的戰士 以中國大陸這樣子的兵力過來打 以台灣能夠承載的所有的武裝的火力跟兵員人數 能夠撐幾天 我覺得不會比我們國軍自己來撐 撐的時間更久 請林老師來說明一下 這個真的是昆明湖在這種 這個算是內陸湖起那麼大的浪是不是釋出有因 還有換日現象 內蒙古出現五個太陽怎麼回事 你有看過那個農民地裡面 那個化太陽裡面有一隻烏鴉嗎 烏鴉就飛出來 所以他就沒有再把那個射掉 可是你看武漢 武漢這一次 他也裂達雪 但是烏鴉就來了 這就是不好的象徵 中國一直認為烏鴉不好 所以你有五個換日 五個換日在核土裡面 它是集合星就像核彈一樣 現在要改變了 那這個要小心了 就提醒說 那中共它也有五顆星的國旗 它本來是五顆星是舊星 如果太陽換日出現 它五星就得要稍微提醒你 說太陽出現了 所以你得要好好的去料理 而且又雷達雪 加上烏鴉來了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狀態 當然這個對習近平來講 我本來我們是Lucky的數字 是八嘛 你說共產黨 對你看他八路軍嘛 然後清朝也是八嘛 明朝是七 清朝是六 那個清朝等於八還沒有用完 所以共產黨他接手了嘛 接手以後 這個現在在天坦裡面 本來七顆七星石 後來清朝說我是八 八的天下加了一顆嘛 所以各位去觀察天坦的時候 那就告訴天說 習近平這一次呢 如果你往前進會變九 六七八就變九 九就不是你好玩的 因為九是患 患的意思 你喝了酒 那個酒就是那個酒 一次是一樣 也可以放很久的水 叫做酒 那他就是酒代表 就是人生如患 就是金剛筋講的 金剛筋的代碼 就是四跟九 就金跟鋼 那是一種患化的力量 也很像魔術師這樣 那很危險啊 你會變嘛 魔術師會變的意思嘛 所以酒會變 他就退回七 從哪裡看你知道嗎 本來應該八人小組 你說共產黨現在的密碼要退回七 退回七 怎麼觀察到的 他通常是八人小組 王岐山也會出現 但是這一次連戴口罩都不戴 就七個人出現 然後習近平一開始演講 講七個我 就是跟天講 這是我的天下啦 八已經不好玩了 可能要結束換我七嘛 我就是七的天下 所以那我講七件好事 我做了七件 七件 就是有益於中國的好事 然後跟誰 跟人民 十七萬 後面是七喔 視訊 所以七 是他想要的 lucky的數字 所以這一次呢 他可能認為七就是他的救星 好 那當然我們要回到台灣 兩大國之間我們是難為小 該怎麼樣跟兩大國保持好的關係 川普親自簽署了台北法案 當然對台灣來說是一個振奮 好像多了一個保護站 但是您可以看到 中國最近是暴跳如雷 針對這個台北法案的事情 那所以呢 這個川普昨天晚上又跟習近平通電話 這中間台灣會不會受到什麼樣的一個牽連呢 三國演藝的時代有一個寄生於核生亮 那麼在現在有一句 有一句新的叫做寄生習核生川 什麼意思啊 習近平當習皇帝 全世界只有一個人是他的四對頭間 克星就是川普 他簽署了這個台北法案 然後呢他的兩兆美元的相關的振興 他們這個國內計劃呢 那麼也在村議院跟眾議院的這個大家聯手之下已經過了喔 突然間照理來講 他跟阿強那樣 那樣兇漢對不對 突然間卡電給你 習近平是主席啊 兩個講了以後呢 講完電話以後他突然間出來講說 他就不再講這個所謂的 中國病毒了 他就講說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美中合作 美國跟中國有很多合作 因為中國在這個有關於病毒的這個上面呢 有很這個深切的這個經驗 我們可以學大家互相的交流等等喔 然後呢習近平也說 在透明公開的情況之下呢 可以分享協助美國 你們是在搬到一處了嗎 去上個禮拜還在那邊 兩邊打來打去 怎麼突然間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這就是大國政治學 很簡單嘛 因為為什麼 你要知道今年是美國的什麼年 今年是美國的選舉年 所以呢今年美國選舉年呢 本來在這個病毒之前 已經兩邊達成一個協議是 那麼中國必須跟美國採購 兩千億美元的相關東西啊 那川普也視為是 他的連任的一個大勝利 結果沒想到病毒進來 我問你啦 封城封國搞得快要兩個月啦 對不對 你要他短期之內 是兌現這兩千億美金的採購案 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怎麼辦呢 然後兩邊要打來打去的以後呢 那所以現在呢 嘴巴喊得很大聲 一方面打 一方面呢 打得很大聲 另外一邊就收回來 玩兩面手法 這是一種政治外交的一個策略啦 所以呢川普跟習近平 兩個人都在演戲 都在官方的這個等於說過招 那麼不過 占便宜的還是川普 我們常開玩笑說啊 那到底什麼時候台灣對中國大陸 他們相關的這個 那種預防啊那種設防啊 可以稍微開放一點 全世界只有一個指標 金正恩 為什麼呢 北韓80%都靠中國啊 全世界第一個 不是兄弟無情是社會很細的 就是金正恩 全世界第一個把邊界封起來的 就是北韓 所以呢北韓為什麼這樣做 為了保命嘛 不要讓這個所謂的武漢肺炎病毒 進來北韓嘛 所以呢當時就把整個全封了 讓他為了要表達 我不是只有封你中國 所以他號稱的是全世界的外國人 我都封 事實上最主要是封中國嘛 對不對 好了 重點來了 最近有了一點點的變化 什麼變化呢 那麼 朝鮮啊 朝鮮就是北韓啊 駐北京的大使館 本來那個大湖 那個劇情的照片呢 是放有關於越南啊 有關於什麼 他放這個照片 都有他政治意涵的 最近放上習近平啦 你知道嗎 最近放上習近平啦 為什麼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剛剛說80%都是靠中國啊 好多什麼 包括全世界美國在這個 等於說經濟制裁他 包括石油禁運等等 都靠中國偷偷運一些 偷偷運一些過來啊 包括物資啊 那你為了要怕這個病毒傳染 對不對 你已經瘋那麼久了 那突然間你放上了 習近平的這個照片呢 就是跟大哥講 大哥啊 你才是我的大哥啊 我心目中永遠是大哥 雖然過去兩個月 我把大哥拒於門外對不對 但是兩個月後 我還是需要大哥啊 大哥給錢吧 給物資吧 你知道嗎 那除此之外 這個大哥演人不錯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要知道 那麼在隔了一個壓力一江啊 兩個已經瘋了那麼久了以後 最近中國這一邊 已經開始在整修這個橋啦 什麼意思呢 整修橋這邊喊大哥 然後呢放照片 那邊在整修橋 就表示 很可能又要恢復北韓 跟中國資金的這個 貿易往來啦 那麼這個病毒真的使得 全世界的流動暫停了 在這個暫停的時刻 剛剛聲勳分析了 台灣的這個國力 兵力可能呢 都還要再加一把勁 在這個時刻 我們該準備一些什麼 您有不同的逆向思考 這種後勤保障部隊 我們在影片上面 他只是剛剛出來一下子 就沒有了 他好像是一部帳篷車 然後這部車裡面 不知道包了什麼 就包了密不通風的車 那這種車的出現 就是證明說 這個地方大概疫情嚴重 或者是污染非常嚴重的地區 從這一次我們看中國大陸 所謂的兵力調度 你可以發現了一個事實 他們基本上 他還是在保護印城的 戰時指揮中心 那從這些部隊的調度 我們看到了四個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發生戰爭的時候 醫院要設在什麼地方 野戰醫院 戰備醫院 他也不強 從這四個 我們可以斷定一件事情 這一次的肺炎 它影響了美國兵力調動25% 你認為依照美國的標準 你來看的話 大概會牵制中國大陸 至少30%以上的兵力 單單一個省 他會牵制30%以上的兵力 是沒有辦法用在其他地方 那這些數據 他顯示了一個事實 你要發動戰爭是非常容易 你要把一個人殺死 也非常容易 只要幾枚炮彈 幾枚導彈 但是人類截至目前為止 包含解放軍在內 他沒有辦法去控制這些病毒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世界擴散嘛 就是類似全境擴散 從這個角度 我們來看 解放軍真的要趁病毒時間 來消滅台灣的話 事實上 那我看 機率不大 為什麼 除非你能夠有效控制這種病毒 否則在這個時候的用兵 你要付出的政治代價會更大 是我們聽到有話 大概這樣聽一聽他說了這個 至少鬆了一口氣了 不過這個病毒一出來之後 很多人發現說 天啊 中外好多預言家 預言書都已經寫下了這一筆了 現在要問林老師的是 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古書有沒有曾經提到 結果老師提醒我們 我真的聽了晴天逼利 今年潤四月啊 怎麼回事 節氣就是一個關口 會開始在大雪的時候 會這個就開始 然後掌於大寒 就高起來了嘛 那最盛的最高峰在立春 那這一次就好像跟著這個 一路前面都對 可是晚於春分 那這一次中共把春分當成 他們要下降 但是忘記了 今年是論四月 昧於親民 今年要延一個月 為什麼要論在四月 就是我的親民呢 真正的親民是要在後半部 第二個四月才叫親民啊 四月走完嘛 那個才叫真親民 天啊 那個調節這個時空軌道是這個 可是春分呢 卻是古代的人 他有一句 俗語 春分呢 有風 郎中 靜可殺 春分 無語 郎中 笑哈哈 這是什麼概念 郎中就是醫生 有風的時候 雨就會來 山雨一來 風滿樓 有的風 郎中呢 就是 沒生意了 因為春分是決定嘛 如果春分沒有雨 郎中生意好了 他笑哈哈啦 郎中生意好 我們這麼開心啦 今年的這個春分呢 大陸有下雨 也有下冰雹 就是說有好 集凶有參半在裡面 所以還是有凶 集裡面卻是有一半是凶 所以這個就是天 就是他有一個軌道在進行 而且還你弄錯了春分 那你就開工啊 就以為要滅於親民 可是這個疫情 差一個月 遇到一個潤似月 潤似月 多拖一個月 這很危險 對